当木炸取下赵妖镜后 一瞬间山摇地动 万魔没了赵妖镜的镇压也开始蠢蠢欲动 开始对哪吒三兄弟展开了攻击 三人想借助赵妖镜打开一条出路 不料赵妖镜竟然自己飞回了远处 接着一阵飓风把三人从洞里刮了出去 就在这时幽冥山的山神出现了 他告诉三兄弟要想取赵妖镜 首先不能让群魔走出洞口半骨 其次只有天上的龙地上的凤 才能安然无恙地把赵妖镜带出洞 三兄弟回去后将山神的话告诉了江子牙 江子牙瞬间明白天上龙地上奉旨的 就是武王和王后 随后武王和王后在哪吒的保护下 进入到了万魔洞 当武王拿到赵妖镜后 万魔洞再次摇晃起来 群魔现身挡住了去路 只见武王拿赵妖镜一照 妖魔们顿时就退却地无影无踪 就这样三人顺利地带着赵妖镜走出了万魔洞 金炸赶紧将信皇旗插在洞口 以阻挡群魔触动 不过信皇旗不比赵妖镜 只能暂时抵挡七日 而眉山七怪这边野猪精一阵施法 火红丹便立即飞往了江子牙的大营 只要轻轻一碰营杖 瞬间就烧起了大火 很快整个大营就是火光冲天 江子牙见状赶紧掏出打神鞭将其击退 然后打神鞭又稳稳地落回手中 随后火红丹飞回了野猪精的肚子里 野猪精感慨江子牙的打神鞭真是厉害 差点自己的宝贝就被他给毁了 不过激发的营杖已被烧成了灰烬 第二天为了验证激发是否被烧死 眉山七怪再次突袭西齐大营 各自使出看家本领疯狂输出 而杨简则凭一己之力在拼死抵挡 不过还是有很多的士兵被击中身亡 就在这时 哪吒带着赵妖镜及时赶了回来 当即对着眉山七怪一顿照射 野猪精和蟒蛇精直接就被召回了原形 而其他五人则被吓得一溜烟逃走了 哪吒和杨简决定乘胜追击 二人飞到眉山之上 看到献出原形的野猪精和蟒蛇精 二话不说直接就结果了他们 另外五人逃回去后仍心有余计 要不是跑得快估计早已经没了 随后五人决定退守山谷 并且用独物将山谷团团为主 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人能进得去 而江子牙眼珠一转想到苍蝇可以在独无水里过火 便让杨简化成一只苍蝇混进去探个究竟 退守山谷的袁虹此时认为 他们之所以厉害就是一张赵妖镜的威力 他召集五人一起做法探查到了 赵妖镜原来是出自万魔洞 于是便让山羊精和山狗精前去探个究竟 这时杨简化身的苍蝇飞到了烧鸡上面 野猪精拿起烧鸡就大吃特吃起来 结果把杨简也给吃到了肚子里 等他吃饱喝足打算每每睡上一觉 这时肚子里的杨简可不答应了 羊简让他跟自己回周营 野猪精当然是不答应 结果杨简在他肚里拿到一阵乱舞 痛得他满地打滚 最后被迫献出了原形 在杨简的控制下跑到了周营 士兵们被突然跑来的野猪吓了一大跳 野猪静止走到江泽衙等人跟前 杨简要改猪子身 我快砍了他 杨大哥 是你吗 你在哪 我在猪的肚子里 快砍了他的头